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要高的教法 还要上手的教法 这个教法是什么 叫观死无常 就是一个上智之人 真的有智慧 高干的人 高人 他常常会观死无常的 高干的人 他就是常常会观死无常 因为观死无常 他会观自己 一直体力 精力 专注力 还有我们这个智慧的智力 记忆力各方面慢慢慢慢的在退化 周围很多人不断的往生了 舍抱了 有的年轻轻的 意外一来就走了 他还有很多的欲望 很多的理想 都没有达成 不管你这些 你时间到就要走了 说走就要走 炎王要你三经死 岂可留人到五经 你什么条件都没得谈的 拼付贵贱都一样 所以你必须就是常常要去观照 人的生命只在呼吸间 人生这么短 我如果现在再忙于世俗的五欲六成 这些俗事 我如果现在再不回光 制造 我现在如果再不规划我的修行 尤其人生的修行 要有老年的修行最重要 你看很多老年人 他会规划让很多的事情 越来越少 很多的责任慢慢交给下一代的人 自己要全心全意的修行 积功 累得 断恶 修善 然后为什么我们处理很多世间的杂事 都会有很多的恩怨情仇 有意无意之间都会造出很多的过失烦恼 而这些恩怨情仇 过失烦恼 它动辄会到下一世来渊渊相报 也就是说明说我们这一世并没有了结 我们还要进入六道轮回 下辈子再来缴获这些事情 再来还债 再来讨债 要债 所以谨慎后期的修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